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奇怪的是 睡在我下铺的弟弟卻不在床上 我猜想他应该是去厕所了 所以没想太多就出门去跑步 结果打开大门后却发现 弟弟怎么会睡在门外 叫醒他后没想太多就去跑步 但是有件事越想越奇怪 当时玄关大门是锁起来的 从这之后 弟弟就常常消失不见 每次都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被找到 虽然不是在家门外 但是就像在玩捉迷场一样 不是在书桌下 就是躲在衣柜里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也渐渐忘记这件事情 直到今年一月 大家在聊以前的事情时 妈妈说 我们三兄弟都有梦游症 虽然我不记得我会梦游 也不知道哥哥有梦游症 但是听到这话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于是我私下问了哥哥 以前是不是常梦到相同的梦 一个捉迷场的梦 这个说起来 在读小学时有梦过几次 那一起玩捉迷场的那个小孩 有没有约你去哪里 你是说约去河边玩吗 我没有答应跟他去 我也一样拒绝了 最后那小孩有跟你说什么吗 我跟哥哥听到的都一样 那小孩说 没关系 他跟弟弟去就好了 从这之后 那个梦就没再出现了 下个月就是弟弟去世12年的忌日 在12月的早上 我刚跑完步回到家时 看到有救护车停在门口 是妈妈发现的 弟弟在棉被里身体变得冰冷 完全不会动 我不知道弟弟有没有梦到相同的梦 他是不是跟梦里的小孩去了河边 是因为他是老妖 或者是单纯心脏衰竭而已 答案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这件事 我不会跟爸妈讲 这是我和哥哥之间的秘密 没关系